接下來示範PE-125官方的這個APP的操作方式 好 接下來已經把這個YAMAHA SmartPlanet的這個APP已經下載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你要注意一下左下角這邊 它會有一個PE-125的這個綠燈 代表你現在已經連接完成了 好 然後大致上分成三種功能 那我們從第一個它是調整空間 就是你要在什麼空間架演奏這樣子 第二個是音色 點進去之後它跑出來這個是Grandell Piano 就是它第一個的這個音色 那我要切換音色很簡單 我只要點它中間這個圖示 點進去 它這邊就有排列出它內建的一些音色 那第一個是鋼琴嘛 第二個是電子琴的音色 這邊點進去 然後它就有它的一些音色的名字名稱 那我點進去 它這邊就會跳成它的音色 好 這樣點過去 相當快 點下去 它這邊 點下去 第一個 OK 比如說像這個我也可以直接點到 比如說這個 這邊 這邊 節拍器的部分的話 在下面這邊的圖示 有個節拍器的這個圖示 那點下去 這邊就會跑出節拍器 那節拍器呢 它點這個 中間這個 它的節拍或者是 因為它這一個版本它還有節奏的功能 所以後面有相當多的一個節奏型態的名字 那節拍器的話 基本上如果假設我用到四四拍有點過來這邊 那我只要不累 這個聲音出來就是節拍器的聲音 然後這樣M4就停了 OK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 這邊去調整它的速度的快慢 那也有個TAP的功能 就是說我現在可以打出我現在這四拍的節奏 有些有時候我們在抓課的時候 會需要這個功能 然後也可以去調整它大型 下面這個Bear是提醒音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樣子 好的那接下來節奏的部分的話 一樣我們從這個地方點進去 然後它下面這邊就有一些節奏的形態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想要到8bit這邊 那我再點一下它回來 好Play 好然後它最新的功能是除了這個節奏以外 它還會有一個低音的伴奏 按一個和聲 它就會有一個低音的這個伴奏 按一個B也可以 好準備結束 OK 其實就是抓一點那個電子琴的功能 放過來這個電鋼琴這邊 OK再來的話就是第三個 送這邊就是它的內建歌曲 那曲總共有50首 我現在點50個古典曲 那好 這個是Carno 點進去之後 你要等它跑一下 好那下面這邊 已經跑出Carno D 按Play OK它的音樂就出來了 好那我再按Done這邊 就回到剛剛那一頁 這邊就還有它的樂譜 好你可以 你可以去翻閱它的樂譜去彈 那你也可以 放出來 然後去聽 這樣子 你也可以跟著它 你也可以跟著它 去彈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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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